持續下行的中國經濟給地方政府財政 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 據外媒報導 中國有近千個地方政府因為無力償還欠款 遭法院起訴 並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 評論認為 不斷增長的地方債務 將成為當局維穩的隱患 而政府失信可能導致社會危機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今年前10個月 已經有831個中共地方政府 被法院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 累計拖欠款項達69億元人民幣 拖欠額比去年增長了50%以上 2018年全年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地方政府 是100個 累計拖欠款項41億元人民幣 大陸金融分析師仁忠道表示 地方政府拖欠債務的原因是 以往靠發行政府債券融資的方式已經失靈 但是現在這個已經維持不下去了 所以它這個債務就會違約 這就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報導說 這831個失信者中 還沒有包括地方政府的融資工具 以及省市級官員運營的企業 而過去三年 這類機構和企業超過了1000家 違約案件激增令人們窺見了許多中共地方政府 不斷惡化的財政狀況 仁忠道表示 地方政府財政狀況之所以不斷惡化 一是因為地方政府靠賣地 增加財政收入的路被堵死了 因為在北京 當局要求房子只能住 不能炒 導致房地產開發萎縮 中共所謂的這種減稅、減費 它對它這個政府的財力也有一定的衝擊 近年來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 也給地方政府帶來了額外壓力 近年前三個季度 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速已經下降到3.1% 為11年來最低 報導還說 絕大多數違約都發生在縣鎮以及政府 他們的預算比省市以及政府更緊張 中共為解決地方債務負擔 2013年底推出被稱為PPP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 但到2017年 中共財政部發出警示 PPP可能有增加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隱患 任中道表示 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過程中 還會造成社會群體事件 所謂的政府和社會資本進行合作 社會資本投入無論是出錢出力 那最後呢 最後呢 這個地方政府耍賴 地方的財力不足 就無法支付這些供應商 然後材料商的資金 就是合作方他們就會出現虧損 那這樣的話就是所謂的不穩定的因素 很多的討薪的 堵路的或者去上訪的這些事件 會持續地出現 大陸資深媒體人黃金秋表示 地方政府過去通過貪污 挪用 亂搞證券公司等 掏空了地方財政 欠下巨債 黃金秋說 地方債務還可能引發更大的隱患 儘管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被登記為失信人 報導指出 中國政治體制將黨的控制擺在了法治之前 如果地方政府決定不還錢 也不會面臨太大後果 政府失信那肯定就是最大的一個問題在於 它的公信力不在了 他們中共說什麼呢 無論是企業還是老百姓都不再相信 都知道它錢在不還 任中道表示 中國有三千多個縣 如果這個層級政府失信激增 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危機 中共權力金字塔也會因此倒塌